梓花啊 刚才我看见 娟子和亮子 到乡里登记去了 你说你啊 亮子是多好的一个人啊 你不知道好好对人家 成天挑三拣四的 打呀闹啊 最后终于跟人离婚了吧 离婚之后 你又跟朱永发胡扯 扯了两天半 又分手了 你说现在村里人 对你说三道四的 你以后还咋在村里头混的你 舅妈 别说了 你呀 你真是给你舅舅丢人啊你 对了 亮子你买的啥糖啊 买的最贵的糖 你买那么贵的干啥 好吃吗 好吃吗 孩子 你咋这么想不开呢 就妈没看好路 快点开 快点开 快点 Microsoft 快点快点开 快点快走 快点开 走 快休息 快 郭先生 郭先生 这怎么到底咋的啊 这个强救呢 这个强救呢 喝了半瓶的滴滴味啊 这孩子遭死罪了 遭老了罪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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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半瓶的滴滴味啊 他是说 子花 他这到底为啥呀 哎 别问了 跟你们俩没关系 你们俩怎么来了 看子花笑话是不是 我说你们俩的心长在那边岔上了吗 哎呀 咋说话你 啊 娟子 你们忙去吧 这块有医生护士 你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去 去 去 走吧 啊 护士叔 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吧 哎呀 哎 护士 护士 这病人怎么样啊 幸亏送来及时 再晚点就完了 啊 哎 我 我们能进去看看不 嗯 可以 不过 病人需要安静 哎哎哎 谢谢啊 哎 待会儿 现在最不愿意见的就是你们俩 你们俩就办 那还是把结婚证等回来吧 看人别去了 为啥呀 刚才胡知书不是说了吗 梓华的事和咱俩没关系 咋没关系 如果咱俩不来领结婚证 他能喝药吗 那我也没想到 他能干出这种事 一看到梓华这样 我这心里也怪不吃刺味的 那咋办 咱就是不领证了 他也把药喝下去了 咱还是去吧 不行 不行 还是缓心认识再去吧 亮子 现在梓华最不想见的人就是我 我就不在这儿守着了 可是你还是留下 跟着跑个腿啥的 不管咱说 你们俩以前毕竟是夫妻 娟子 娟子 有事儿吧 娟子 有事儿吧 子华喝药了 你知道吗 听说了 永凡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喜不喜欢子华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 喜不喜欢又有什么用 我跟你说啊 子华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可脱不了干系 娟子 你这话啥意思我明白 现在外边传一口口的 是我朱永发勾引你子华 你说其实哪有这么回事儿啊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 我冤呐 我冤死了我 我到现在 我到现在想着子华 其实是她跟我 行行行行行 别跟我捣头那些趁这么烂骨的事儿了 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是真心的喜欢子华 现在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站出来 去找子华 这终于是个机会 我也可以帮帮你的忙啊 娟子同志 我再说一遍 我跟子华什么事儿都没有 我天大的冤死鬼我是 是 我立会以后想再找个女人 哎呀巧这个时候 亮子和子华分手了 我看好了子华 可子华也看上了我呀 我们是正了八景处朋友 那名声言顺的呀 我告诉你 我就到现在我也想去 再找子华 可就是 可是啥呀 可是子华为了亮子 连命都不要了 我再回去找她 有用吗 她不可能再跟我 那你就去追呀 哎 这不是我挖哭你啊 你在这方面 不是挺有办法的吗 得得得得 好了 子华事儿说到这儿了 该咋做我心里有数 俊安子 现在该瘦瘦我了 专场 把我打算干了 我考虑再三 现在专场效益一天不如一天 我有点 撑不下去了 我想自己出去 就你这熊样 这专场能干好了才怪呢 我跟你说啊 这村委会下部就专门研究 专场的事儿 非把你给耍了不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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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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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这么糊涂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 就算所有的人所有事都让你难受伤心可 可你也得给自己留一个机会 就当给我留一个机会 你说这么些年了 你也知道我对你的这片心 子华 子华 说话 听着呢 我是田大伟 指导师 你有事啊 我听说你病了 我来看看你 不是病 是喝药了 暗瓶滴滴味 你能告诉我 告诉我这是为啥 想死呗 我这次没死成 下次再说吧 那 子华 别给我点叫魂了 赶紧走吧 反正呢 我 子华 我 走啊 你还不走啊 好 我走 我 我走 子华 我给你买了点水果 我洗了三遍的 你一会儿直接吃就行了 把水果也带走吧 不想吃 你还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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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你 你还不走 你还不走 那是个水果 我给你买了点水果 我给你买了点水果 我给你买了点水果